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艘本来就已经相当破旧的LST来搞事情 本质上这艘船就没打算开走 类似当年冲绳战役中的日本 打算将大河号做成在冲绳周围海域作为浮动炮台 但是这一前提是确定这艘船不想要了 而对于菲律宾来说 这三艘哈密尔顿即可是颇为金贵 而且这一艘还是海军7舰 搁浅的我国护卫舰 其实这种手段我们也曾玩过 还是在几年前 但是当时使用的是老旧的053H2型导弹护卫舰 即便是在几年前在我们眼中也是属于可以损失的舰铁 而且十天后该舰经过抢救离开 应该说也只是一种试探 不过即便真的要损失 也不是不能接受 但是你能想象哪怕是把167舰做成在这里吗 甚至哈密尔顿即在菲律宾的意义 相当于我们把航母做成在南海 从这个角度来看 除非和美国人在背后达成了什么买一赠一的协议 否则其实可能性不大 去年终于退役的上一代菲律宾席舰 个别的国家这玩意叫文物 其实这件事或许还真的可能是菲律宾人首罚了 玩过各类海战游戏的应该指导这种触礁 如果不是在低潮位走到了高潮位可以过的地方 那就是在周围转向转弯转大了 而这片海域菲律宾人表示是他们的 所以如果是偷偷摸摸过来巡航 但是操船技能不过关 对于海域又不够了解 又没有先进的导航与水下探测能力 慌慌张张的半夜里对上来 也不是完全没可能 海天号触礁 作为国家旗舰触礁 这种事其实我们也遇到过 不过那是在一百多年前 清末重建海军最大的巡洋舰海天 即得首舰海天号 在1904年 于舟山海域触礁 当时舰长刘冠雄在迷雾中抢令加速航行 据称是为了去给小情人过生日 虽然不能说是直接出交原因 但确实也是事故原因之一 非绿宾舰长会不会也是急于要走导致疏忽 现在还不能下定论 南海就一百一十五轮 中方对此事的回应 提到我国南海就一百一十五轮正在周围可以予以帮助 这倒不是一句空话 这是一艘满在排水量5000多吨的大型远洋救助托船 之前412月兵时最后出现的海军6000吨级大型救助托轮 似乎就是以这款托船为基础发展的 其次深排水量就超过菲律宾旗舰25%以上 动力澎湃 与其用他们自己的小船慢慢折腾 倒不如我们发挥一下人道主义精神 南海就一一五 当然我们向来在南海布置有大量的驱护舰 即便让菲律宾钻了个空子周围暂时没船 一天半天的也会有不少舰艇过去 也能帮帮忙 就像之前那艘英国来南海的护卫舰一样 享受围观级别的待遇 顺便 仁爱交的老LST 我们也能帮忙在涨潮时拖掖 不过以那艘船的现状 恐怕一动一下就会解体吧 菲律宾人真舍得让旗舰变成这样吗 菲律宾人真舍得让旗舰变成这样吗